明眸好齿 温婉贤静 可是它生活在无声的世界中 七彩的颜料以枝画笔 为它的世界汇出斑斓色彩 乐观看待生活用感动传递正能量 各位好 欢迎收看由江苏龙里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您特约播出的十分感动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石小慧 五个月时一场高烧导致他双耳失聪 然而坚强乐观的小慧并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 绘画给他的无声世界带来了生机 让我们走进石小慧走进他的无声世界 走进石小慧的画室 我们不禁被满墙斑斓的色彩所吸引 团球的小猫 眼神空灵的少女 在石小慧的画笔下多了几分闲适 所以说好多人看的画都说感觉 这张画像画他自己呀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他眼里看到的 他眼里的东西都是非常纯洁 非常美的东西 所以说他画的东西吧 感觉让人很放松 让人一看那张画很放松 很轻松 不是那么紧张 就感觉他画他自己一样 石小慧给人的印象是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性格很开朗 因为热爱绘画 他的身上又多了几分优雅与淡然 秋风袭袭的小院 临窗的楼台都有着小慧闲静的倩影 闲暇时 小慧会在窗边构思画作 在茶室品茶 与三五好友相聚 而在画室中作画 小慧有时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非常刻苦 他基本上就说除了吃饭时间 睡觉的时间 基本上他很少去逛街 每天都在屋子里画 包括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 他都拿个小本在自己的那儿画塑写 然后把自己想象中的一些 美好的事物啊 美好的人啊 他都记录下来 第二天他就放在纸上去 把它创作出来 他每年他在画纸啊 画具啊 一批一批就换了 用了好多好多的纸 出了好多好多的作品 但是他好像永远没有纸径一样 一直在这样画下去 甜美的爱情 美满的婚姻 使得石小慧开始在中国画中 尝试还有人创作的爱情题材 这张画是为了感谢药物 多年来对我画画事业 无私的支持 让我无后顾之忧地投入画画创作中 中国画表现爱情的东西很少 基本上没有 因为我身边有我的爱人 让我相信世界上有真爱 所以我对创作爱情题材产生了兴趣 我们谈了将近九年的时间 慢慢地我们走到一起 我不知道别人相信不相信缘分 但是我是相信缘分了 我看见他第一眼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个人可能会跟我走一辈子 这一辈子不会分开的 石小慧的先生王耀武说 平时他需要用眼神 手势 纯语三者结合来和小慧交流 在先生相濡以沫的陪伴下 石小慧对艺术的理解更加地深入了 在石小慧的成长和艺术的创作道路上 很多好心人出手相助 现在 小慧把自己的画进行义卖筹集善款 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在通州区耳窝学校 有一间石小慧的画室 只要一有时间 他就会去画室辅导孩子画画 这其中 还有人考上了专业美术学校来继续深造 因为有了别人的帮助 他想感受到爱了 他的脑子里面全都是非常纯洁 非常干净的东西 所以说他画的画也非常干净 他现在呢 他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画笔 通过自己对艺术的这种理解 他想创作一批好的作品 然后再通过这些作品感染别人 然后通过自己作品的一脉一化 再去帮助别人 花开无声 却有力量 石小慧的世界 安静 纯粹 对艺术 对慈善 他有着执着的追求 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出了迷茫 作为一个画家 用自己的作品养活自己 又能帮助别人 这是我一生最开心的事 我发现自己的作品养活 你会做的事情